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包明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来聊一聊 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行动 今年11月27号 代表伊朗最高水平的核科学家 被誉为是伊朗核武器之父的 法赫里扎德 在保镖的配奔下 乘坐伊朗国防部为他配置的特种安全车辆 在伊朗的首都 德荷兰附近的郊区 遭遇了精准的伏击 当时一辆装用木头的黑色的日产皮卡 冲向法赫里扎德的座车 皮卡上面实际上都是伪装好的炸药 皮卡的驾驶员在创击成功以后 引爆了车上的大量的炸药 法赫里扎德的座车严重的灰塞 随后埋伏在旁边的 另外一辆车上的五名武装人员 用自动火器向法赫里扎德的座车 密集扫车 随后逃之夭夭 法赫里扎德身受重伤 失去了意识 伊朗军方迅速的派出直升机 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抢救 但是无礼回天 能够在伊朗安保人员的周密护卫下 成功的刺杀法赫里扎德 整个刺杀过程计划周详 走之严密 行动精准 绝不是普通的恐怖分子所为 出手的一定是精英特种部队 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以色列的记者在第一时间 就在推特上宣布了这个消息 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 也在第一时间转发了这条推特 按照国际社会的普遍推弹 这是以色列精心组织的一次 定点清除行动 因为法赫里扎德一直以来 就是以色列的头号暗商目标 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2018年的一次演讲中 就说这个法赫里扎德 是伊朗的核武计划之父 他说我们要记住这个名字 法赫里扎德 在不对称战争或反恐行动中 定点清除被认为是一种低成本 高效力的军事手段 近年来美国和以色列经常或公开 或者是暗中实施定点清除 由于部分行动造成了较多的贫民伤亡 而且显现出这种武力滥用的这种问题 前世线的绝大多数国家 都对定点清除的合法性 或有效性的提出质疑 有的甚至认为这是国家恐怖主义 以国家的行为来实施恐怖主义 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行动 最早会追溯到20世纪的70年代初 当时以色列总理梅俄夫人 她是以坚决不妥协著名 就是她立主制定的 以牙还牙的基本国策 她说没有人来保护我们 只有我们犹太人自己才能保护我们自己 这句话从此成了以色列人的座有名 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行动 主要是由以色列赫赫有名的情报组织 摩萨德来组织 通过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 采取暗杀或者是空袭 这样一些行动 来挫败巴勒斯坦人的反义活动 1973年2月份 以色列的投机队由水漏 进入到黎巴勒的首都贝勒特 杀死了三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 高级领导人 2004年的3月22号 以色列用定点清除的手段 杀害了哈马斯创始人 以及精神领袖亚星 2004年的4月17号 接替亚星的哈马斯的另外一位创始人 兰提西也被以色列定点清除 这两起事件呢 引起了国际社会对这种低烈度 高精度的打击方式的广泛观众 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行动的主要目的 是通过斩首敌方主要领导人 以达到威慑敌方的效果 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 哈马斯自杀式的袭击频繁 给以色列的民众带了极大的恐慌 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以色列认为定点清除 可以达到摧毁哈马斯组织的核心 损害该组织行动能力的这样一个效果 并且将哈马斯陷于群龙无首 组织患散的状态 从而难以组织 对以色列的有效报复 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行动 主要采取三个步骤 一是由政府高层决策 临险清除目标 列在定点清除黑名单上的 通常是敌对的巴勒斯坦派别的高级领导人 第二是全方位的情报搜索 准确的掌握目标信息 这个工作主要是由以色列的情报部门 叫辛贝特军事情报局 还有摩萨德自己来完成 最后是定点清除行动的实施 一般是由以色列的空军 或者是地面部队 协同完成任务 定点清除的手段和样式 多种多样 主要是借奏于精确制导武器 对于特定的目标 开展手术刀式的精确袭击 同时也包括远距离的狙击 近距离的射击 还有直升机导弹袭袭击 武装直升机 无人机 还有汽车炸弹 袭击等等 目前定点清除行动 是否是属于战争行动 以及应该在什么法律框架下来行动 国际社会还没有形成个共识 但可以确认一点 是以色列实施的定点清除行动 恐怕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 从长远来看 只有和平谈判 才是有效的解决之道 好 这些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节目再见